我延續上一次啊 在針對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對您所提出來的詢問 我知道您作為立法院的秘書長 基本上是一個行政幕僚總管的性質 所以在很多法案上您不便表示意見 這個我都理解 那因此 接下來在針對有關於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關鍵重要的問題 您在您方便的程度範圍內表達意見就好 不用覺得太勉強 過去這段時間 不斷的有立委說 依據大法官釋制729 相關的議案 只要有涉及刑事偵查 立法院就不可以組成釣業小組 立法院就不可以組成釣業小組 立法院你贊成這樣的法律見解嗎 是可以成立 是可以成立嗎 由於他的規範 一定要不違背729號的提示 說得非常的好 可不可以成立釣業小組 跟釣業了以後可以釣業什麼東西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層次的事情 秘書長你贊不贊成 贊同 贊成嘛 729 它的關鍵是什麼 729它的關鍵是 我們的立法院 司法法治委員會 成立了一個釣業小組以後 跑去跟最高檢察署啊 要求要釣業什麼 要求釣業最高檢察署 特他61啊 的案件啊 秘書長 您知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大法官 4-729號檢視文 當時有一些事情發生 當初有一些事情發生嘛 你講的非常非常的委婉 當初就是 司法法治委員會 成立了釣業小組嘛 跟最高檢察署 要釣業特他61的券嘛 所以 才被人家提示線嘛 大法官才宣告違憲嘛 他宣告違憲的是什麼 你成立這個釣業小組了以後 怎麼會去跟人家釣業 偵查中的捐證呢 是這一件事情啊 被宣告違憲啊 這個才是核心 而當初 這個監聽調閱小組啊 提案要成立的 正是 民主進步黨啊 的黨團 要去調閱 特他61的 也正是 民主進步黨的黨團啊 要去調閱這一個 那所以 被大法官4-729 宣告違憲嘛 民進黨團一天到晚 再跟大家講 毀憲亂政 毀憲亂政 結果 在我們的大法官 釋憲史上 729號 在729號裡面啊 被清楚的 記下一筆的 正是民主進步黨黨團 當初啊 要調閱東西 我第二個問題啊 我覺得非常的納悶 我就回顧 當初監聽調閱專案小組 那個時候的議事錄啊 我發現 那個時候要調 特他61 特他61 有個非常重要啊 的關鍵點 那個重要的關鍵點是說 欸我們的國會的電話 是不是有被監聽吧 那為什麼會產生國會的電話 是不是有被監聽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涉及到了 我們那個時候立法院的院長 王金平啊 跟在野黨最大的黨邊 柯建民啊 是不是有去關說司法的問題嗎 叫曾永夫 交代高等檢查署的檢察官 針對柯建民所涉及的刑事案件 不可以提起上訴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啊 整個風暴才全部都起來 但我看完了以後 我發現很奇怪 那個時候2013年 監聽調閱專案小組 柯建民某個程度上啊 可以說是涉案當事人啊 他為什麼可以參加 這個監聽調閱專案小組啊 秘書長 依照您的高度 您對於立法院裡面 利益衝突迴避的理解 您認為這樣妥當嗎 因為那是由委員會來組成啊 我不太了解 你也不太了解嘛 所以 按照秘書長您今天表示的意見是說 以後 我們成立不管是調閱委員會 還是調閱小組 涉案的當事人 自己參與這個調閱小組 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秘書長您的立場是這樣嗎 按照相當規定去處理 那您認為應該的相關規定是什麼 涉及到有相關性的厲害的 當然有時候需要迴避 需要迴避嘛 OK好 秘書長您可能講到這邊啊 我老實講 已經是勇氣可嘉 勇氣可嘉 好沒有關係 那第二個真點 過去又有秘書政府黨的立委啊說 正負二賭 一定要交付啊黨團協商 那個時候啊 他們提出這個主張的時候 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規範在哪裡 結果今天民進黨啊自己提出來的法案 我終於承認了 這件事情根本沒規範 這件事情根本沒規範 所以他們希望 按照他們覺得 他們想要的方式 提了這個修正草案嘛 秘書長我的理解有沒有錯誤 如果容許我講兩分鐘 可以 我給你兩分鐘 因為當時在第四屆第六會期的時候 在處理的時候 因為是由黨團 有給法制局做 就是黨團協商是原則 是由法制局來主政來寫條文啦 那時候我恰好是後面到台臺那邊去報告一些國會的運作 回來以後當然在會的時候 我是有加了第四條之一 那當時的法制局是認為 大概比較沒有爭議的案會進入獄賭 那在實際運作到法勞是爭議的話 才會進入獄賭比較多啦 那後來這次變成是一個漏洞 那漏洞又就在公民投票法裡面有一個案了 有一個案例 所以這個是不成文的一個立歸一個意識立 並不是在法民文規定 所以才會有第八條的第二項跟第三項 如果有面臨到這個的時候 按照案例就會交黨團協商 是這樣的一個整個一個過程 那問題就來了嘛 第一個我們剛剛確認了 目前立法院職權行事法也好 議事規則也好 從來沒有一條說 禁負二毒要交付黨團協商 我的理解這麼正確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實際的例子嘛 實際的例子 在第十屆第一會期 第十三次會議的時候 民主禁負黨黨團自己提案喔 禁負二毒的提案喔 欸他沒有說要交付黨團協商欸 他禁負二毒的提案是什麼 並造案通過 奇怪囉 民主禁負黨怎麼一方面要主張 禁負二毒一定要交付黨團協商喔 結果自己推的案子 符合他們需要方便的時候 這個禁負二毒不用交黨團協商啊 就直接造案通過喔 因為我拜讀他們的提案表啊 這個是我們民主禁負黨黨團總召 柯建民簽名啦 上面寫說 您請願會禁負二毒 並什麼 造案通過 那就奇怪啦 民進黨不是說 禁負二毒一定要交付黨團協商嗎 怎麼會提出這樣子一個 違反他們自己心中所認定的規定的提案呢 這證明了什麼事 這證明了什麼事 這證明了民進黨心中他們在意的 從來就不是立法院要怎麼建立規矩 從來關心的就是我喜歡怎麼樣 就怎麼樣 別人禁負二毒 不希望交付黨團協商 他就說不行 一定要交付黨團協商 自己禁負二毒 然後希望造案通過 他就什麼 他就造案通過 我算是很尊重主席的人 主席站起來了 我一定會尊重 但大家 所有在看的人可以去看看 剛剛程序發言的時候 說兩分鐘也好 三分鐘也好 站在對面講了多久 站在對面講了多久 大家可以去計時 基本上面的規矩跟規範 這個國會的運作 我再強調一次 不是某一個人愛怎麼幹 就怎麼幹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的發言